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曠淨宇 今天是2024年2月7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蹤一下昨晚荃灣堂樓劏房無煙起火那件事 據報當中有兩名男女都昏迷 現場消息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跟蹤一下有關垃圾證費 今天局長被問到陸在區區回收物裏夾著垃圾 究竟會不會向營辦商收錢 大家知道如果那些垃圾袋穿了 也有機會被罰錢 陸在區區日日收這麼多回收物件 當中如果有些東西不合規格 那個成本會否去了營辦商身上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相關的消息 明報有跟進 話說有些傷殘者 其實有些醫療垃圾是限制不到的 簡單來說有些消毒的紙巾 尿片 防水貼等等 每天都要扔很多 起不是面對著很大的負擔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各個階層的情況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荃灣唐樓劏房無煙起火 五人送院 包括兩名男女昏迷 消防升雲梯首救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日2月7日凌晨 零時22分 荃灣沙咀道325日至331日的一個唐樓劏房單位 無煙起火 兩男三女吸入濃煙 送往仁濟醫院 其中一男一女昏迷 其餘人清醒 消防員出動一喉一煙舞隊灌救 綠亞人疏散落樓 大部分人用毛巾掩鼻 消防員升起雲梯首救 火警在凌晨1時2時救息 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據了解 上次唐三樓的一個單位是一劏三 有住戶發現自己的單位停電 於是去其他單位看一看 結果發現一名男子昏迷在劏房裡 而且單位冒出濃煙 於是報警 另外一名女子逃走到五六樓之間的後樓梯不知倒地 由消防員舊起 抬到後巷進行急救 不過當時女子已經陷入昏迷 隨後由救護車送丸 她的一對子女清醒送丸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昨晚劏房走火警 當中有兩名男女都昏迷 送丸在搶救當中 希望她們大步難過 另外亦提到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新蒲江彩虹道洗衣店疑似缸衣機過熱 無濃煙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日2月7日早上6時48分 新蒲江彩虹道36至46號地下 一間洗衣店發生火警 有濃煙霧出 消防派出一條喉 還有一隊煙霧隊到場灌溝 要摸20分鐘後將火救式 事件中幸運無人受傷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今早新蒲江有洗衣店無煙 估計起火原因疑似是江衣機 過熱所致 另外亦跟進一下有關垃圾徵費的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報道 有關垃圾徵費的 話說陸在區區回收物件中 若然夾集垃圾的話 局長會否向營運商收費 報導的內文提到 垃圾徵費押後到8月實施 有陸在區區回收便利點的營辦商 說 平日回收的物品中 約碼有一成至一成半都屬於不能夠回收的廢物 擔心營辦商日後要付這些垃圾的棄置費用 局長謝展環接受商台專訪時表示 有關廢物比例有限 會和營辦商商討如何處理 不會要求由營辦商支付有關棄置費用 日後會為清潔山灘的義工制定機制 義工預先進行簡單登記 令他們無需為收集得來的垃圾付錢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的報導 話說陸在區區的營辦商擔心 平日原來回收的物件中 多達一成至一成半都是垃圾 真正無法回收 好 若是如此 要跟回法例 豈不是陸在區區的營辦商要付錢去棄置垃圾 局長今天率先回應 說不會的 就和營辦商討一討 另外 就著有些義工會去沙灘撿垃圾 撿到垃圾又是否用費錢棄置 據了解局長說研究機制給一些義工登記 登記完之後去到沙灘撿垃圾的垃圾是不用付錢的 厲害 做義工也還要幫你撿垃圾也還要付錢 就是本末倒置 說最新情況如何 我們會持續跟進 另外也提及相關消息 根據明報報道 有關醫療垃圾其實是無法限制的 傷殘者概探 徵費會增加負擔 報導的內容提到 垃圾徵費在真意升中押後到8月實施 患有多發性硬化症59歲的Danny 對政策仍有很多疑問還有擔憂 他因為在體內有渡尿管 留下了一個傷口 幾乎每天都要清洗並消毒傷口 加上尿片 消毒火酒紙 防水貼等等的醫療消耗品 每天產生不少 省不了的垃圾 擔心徵費過後 經濟負擔加重 又說環保署曾經說為特定群組提供豁免的話 會有損公平的說法 令到他心寒 就說覺得是在欺負我們 期望政府重生檢視 考慮為病人提供豁免或津貼 話說19年前Danny病倒過後 以為是感冒 跌倒在客廳 再到失去行走的能力 一切都離得很快 他雖然還有大小便的情況能夠治理 但經常排泄不定 而且每次大小便都要用喉管 經常觸碰到神經而發炎 2008年他在醫生建議之下做手術置入道尿管 以輔助排尿 此後多了一個長方形的泥龍袋磅身 用來盛載尿袋 手術令到Danny留下了一個傷口 最好每天清洗以免發炎 天氣冷的時間他會兩天洗一次 但如果發生尿袋爆開等等意外 就需要立即更換並洗傷口 先用消毒紙巾抹那個喉管 並用Y字貼將它固定 再用心理鹽水沖洗傷口幾分鐘 用棉花棒輕抹過後再用紗布印鋼 最後貼上防水貼 過程中用了很多消毒紙 濕紙巾 這是他每次洗傷口的流程 一天下來連同其他新換垃圾 Danny的垃圾可以裝滿一個三四十公斤的膠袋 預計垃圾徵費過後開支將會增加到200元 他這樣說 尿片一個月四包 一共320元 火酒紙100元 喉管每月一換一條120元 洗傷口套裝一包40元 一個月就這樣算都已經1200元 Danny向記者羅列每個月醫療消耗品的開支 4000多元的傷殘津貼 一半都洗了在醫療的消耗品 一半就洗了在腹診和醫食住行 他和家人一起住 但經常讀來讀往 讀字負擔醫療等等的開支 就說 我有這個病過後 和家人的關係都差了 始終自己都有情緒問題 以上來自明報的報導 記者都相當用心了解一下 有關一些長期病患者 其實面對著垃圾經費的負擔都可以說是特別之重 加恩其實他們每天有很多的醫療垃圾根本就省不了 最新情況 話說以這位Danny為例子 就見到他每天又要用消毒紙巾 又要用防水貼 估計每個月的垃圾經費 保守估計都超過200元 聽上去數目不是很大 但對一些基層 草根 最沒能力的那班 每個月拿著傷殘津貼的朋友來說 負擔真的很重 究竟這個垃圾經費對其他的特定群組 例如病患者 長期病患 又或者老人家 所帶來的負擔有多重 看來也要到實施的時間 百月的時間才能夠自有分曉 不過初步屈指一算 若然是特別的傷患者 看來的負擔將會特別之重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